财政部长王瑞杰重锋入院 考虑到王瑞杰的病情 政府委任两名部长负责未来经济委员会的主导职务 总理公署文告说 贸工部长一华人受委为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一华人原本担任未来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生则受委为副主席协助一华人 两人的任命即日生效